我真的很抱歉 我們在4月30號召開我們市經區法案的審查過程當中 當時朝野協商寫了一個條文出來 非常清楚地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開始審查 同時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絕對不會有潛意問題 絕對不會有會議詢問 絕對不會有程序問題 結果4月30號我們只審查三樣東西 第一個是法案名稱 第二個是總則跟張則 結果這三個依舊是用法令的 幾乎極盡所有能夠杯葛的程序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杯葛的動作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那今天早上其實我在整個的審查過程當中 我完全按照我們的立法院議事規則來審查 議事規則裡面規定的很清楚 就是我們已經辦過整個的答詢 也辦過其補償的工廳會 同時現在是進入竹條 每一個竹條我們還讓他登記發言 主席本來就有責任也有義務 必須要維持會場的時間跟順序 所以包括我們在做業務報告 我們都在10點就會截止登記 結果今天他們依舊用這麼樣卑鄙的手段 在做整個杯葛的工作 整個杯葛一直進行的工作 本席之意他們民進黨就是假審查真杯葛 而且很清楚的只要看到經濟的法案 他絕對不讓台灣往前走 我舉例來講高雄 陳其市長已經一而再再而三 說我們高雄的整個港灣區 必須要把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區把它放進去 結果到今天為止 我們看不到陳其市長出來說一句公道話 包括賴清德市長也不斷的要求說台南必須要把安平港把它放上去 結果到今天為止 我們也沒有看到賴清德市長出來講話 如果按照現在審查的他們杯葛的狀況的話 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講 不僅僅是這個會期沒有辦法結束 甚至於到我們整個就是我們這一屆 結束了我想市經區都還沒有出立法院 我覺得身為一個國會的立法委員 我們必須要對台灣的經濟負責任 必須要把我們應該讓台灣經濟往前走的法案 順利的讓他在立法院通過 縱算是不同的意見 我們都可以兩岸並程 讓我們宴會來表決 所以我在這裡要再一次的呼籲 放了台灣經濟一條深入吧 民進黨請不要再假審查真杯葛 不斷的在那裡打假球 我想連宴會我們不開會 委員會也不開會 領了那麼多的薪水都不開會 那我想我們立法委員會各國人 好我想今天早上在經濟委員會聯審 包括經濟包括財政包括內政 針對資金區的審議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 他的面貌又跑出來了 因為真的是加審查真杯葛 因為他找盡各種的理由 一下子就要程序發言 一下子又要這個會議詢問等等 讓整個議事在那裡空傳內號 然後一下子 然後最後又說要散會 提出散會動議等等這些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真面目 因為可以說從過去啊 胡茂協議去年6月21號就已經進入了立法院 一直到現在為止 經過11個月 最後他們要求說 一定要先審兩岸人民監督條例 國民黨團也支持 結果到現在還在那裡空傳內號 整個胡茂協議一共開了20場的公聽會 現在已經經過11個月 結果完全都在那裡空傳 那這一次自經區也是一樣 只要跟經區有關的 他們都找盡各種的理由啊 來讓你空傳內號 我請民進黨的朋友們 你們這個為了台灣的經濟 請老惹台灣人民一條深路好不好 因為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 像民進黨這樣的操作 完全是以政治的手段來綁架經濟 完全是以政治的手段來綁架經濟 因為這樣做法這樣的操作 讓整個我們中華民國台灣都在那裡空傳內號 人民真的很痛苦 所以說人民的眼光雪亮的 今年的年底 我們呼籲全體中華民國的人民 要看清民進黨 認清民進黨 他這樣的作為 我們一定要繼續拖擊他 不能讓他成為執政黨 這樣的操作方式 你說人民可以接受嗎 今天經濟要是沒有往前推 人民真的越來越痛苦 所以說我們呼籲民進黨 你們要理性 要好好的審查 然後我們面對問題來探討 讓他趕快上路 趕快來造就全台灣的人民 以上 謝謝 4月30 朝野做過的協議 這是朝野兩個大黨邊 小黨邊通通都簽字 為什麼民進黨 只經過了十幾天 就得了思議證 今天吳秉瑞委員 在經濟委員會 一再要求會議詢問 在4月30 清清楚楚的寫出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特別提出 台灣的經濟 是大家所有全國民眾 大家最迫切需要的 陳菊市長說 有條件式的通貨 賴清德市長也說 他們也要加入 所以我奉請民進黨 民進黨不要自經區 我台中要自經區 我們大家非常的希望 整個台灣對世界經濟來連線 所以民進黨不要自經區 我台中要自經區 換句話說 我要請蘇貞昌主席 請你出面 管管你的黨員 如果是一位的杯葛 是藉著真審查 但是是假審查 真杯葛 假審查 真杯葛 台灣的民眾一定會唾棄的 所以我在這邊 再一次的呼籲 民進黨的主席 蘇貞昌 請出面 管管你的黨員 台灣的經濟 不容許如此的玩 台灣必須要經濟向前行 再做一點補充的是 我們整個審查的程序 事實上完全依照意思的規則 我們不單是有4月30號當天的兩黨的協議 更重要的是 當民進黨要求先開公聽會 我們也開了 而且他們所提出的建議 我們的國發會的管主也都充分的做了一個回應 由國民黨團來提出15條的修正動議案 事實上他們今天一直說要充分發言 充分發言 事實上主席已經給他們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做充分的發言 他們今天一味的這樣子做 就是落實了剛剛前面幾位委員所講的 他就是假審查 真的是在追割 這個我個人是非常不辭這樣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民進黨能夠回到中性 回到立性 一起為台灣的親戚往前發展在一起加油 我想從3月6號一直到今天 整整已經兩個多月的時間 剛才休息的時候 柯總昭告訴我說 黃昭順你就讓他們講三個小時 講到他們都沒有話講的時候 那就有辦法審查 我請問我們一個會期當中 委員會審查的時間 總共有幾個三個小時 難不成這三個小時 就讓他們在那裡打嘴砲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審查 這麼重要的一個經濟法案 實在我遲遲以為不可 我在這裡再鄭重的奉勸民進黨 不要看到經濟的法案 你們就倒退路 不要看到經濟的法案 你們就杯葛 我想這樣子 我只有讓台灣的人民 整個經濟是往後走的 我們希望我們下午能夠真正的真審查 然後讓我們的法案進入一個順利的一個狀況 我先問給我 我們是臥草記者 我們想請問一下 那個國民黨團這邊對於至今區的草案內容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認為需要修改的 還是覺得這個草案其實已經很完備了 我想整個的法案都已經弄得非常的清楚 包括那15個條文怎麼樣修正 我們都正式提案在整個委員會裡面 我們希望民進黨也能夠把他們的法案拿出來 我覺得如果有兩個不同的法案 我們就保留嘛 送協商嘛 然後讓院會來決定嘛 這不是我們委員會決定的事情嗎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真正的做下來實質審查 謝謝 那邊有什麼意見 那我再問一個就是黃昭順主席 認為這個法案的審查 應該是怎麼樣的方式來進行會比較妥當 我想法案的審查今天非常的清楚 我們全部按照議事規則 陳希麥委員用幾秒鐘的時間把法案通過 甚至於我們很多的委員在現場 他都不讓我們發言 我今天已經充分尊重我們所有的委員 包括公聽會 包括整個在這個打詢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時間給大家 甚至於竹條都讓大家登記 我們在厭惡報告的時候 也是十點截止登記 我宣布第一個條文十點截止登記 第一個條文是從上一次的會議一直到現在 整整討論了一個下午 我不知道這樣子的討論還不足夠嗎 例如臨俗婚委員 一個早上根本就沒有在會議的現場 結果來了就是要站主席台 請問大家能夠接受這樣子的委員 鬧場的行為嗎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 我講這個會期 民進黨已經霸佔主席台四次一次 那可以說民進黨都如出一策 從過去到現在為止都如此 他揹歌你的法案不是這個程序發言 就是會議詢問 不然就是霸佔主席台 然後就是所有民進黨裡面 那些經常會鬧場的都跑到主席那裡 讓你沒有辦法繼續組織下去 甚至於還去拉扯這些議事人員 我想國民黨團 從過去戰雨到現在為止 從來沒有這些行為 不像民進黨那麼個惡質 那你讓整個國家空轉內耗 我相信人民可以接受嗎 大家遠近的血量 以上謝謝